那我们知道一个理想的运算放大器 那我们假设它的平宽是这样 无限大 那实际上一个运算放大器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平宽其实是非常的小 就像下面这个图这里说是 在这边它的开路争议很大 那这部分是蛮接近理想的 可是它开路争议的平宽 你可以看到怎样 那如果影图这里表示的它只有 10赫兹 就它开路争议 平宽就只有10赫兹 那 后来在设计上的话我们会让它维持 怎样 每 上升10倍频 它就下降20dB 那这样一直到单一争议频率的地方 那单一争议频率这一点 我们称作ft的就是它的 认诺t跟frequency 然后在这里它的 当你工作在这个频率的时候 那它的增益就等于1 也就是你如果要当放大器使用 那相对的你一定要工作在这个频率上面 那这个是跟理想的运算放大器 它差异蛮大的一个地方 好 好那这时候我们 用S domain的方式来写的话 它可以写成这样 也就是ALS就是在S domain里面你的正义 会是A0再除以B加S除以0megaB 那A0对应到的就是DC gain 那以这里 100dB 数值上的增益是多少 80 100dB才80倍 dB是20logA嘛 对不对 那20logA等于100 那表示A是10的5次方 对不对 那10的5次方多少 10万倍 因为它 支流的时候低频的增益是10万倍 那在这边的OmegaB 对应到的就是 在这里 你可以用F还是用Omega 那F跟Omega的差异就是 Omega是等于2πF嘛 就是一个是frequency 一个是ingular frequency 那在这边在S domain的话 它是除以OmegaB 那OmegaB就是它的3dB频率点 那对应到这个图也就怎样 OmegaB在这里就是2πFB这一下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性曲线 我们看 当你的Omega 远大于OmegaB的时候 比如当我的 脚频率 比3dB脚频率要大很多的时候 那大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大概就是 后面这一条线 所以当OmegaA远大于OmegaB 那这时候你去看正义的大小 在分母的地方 这个1 就远小于后面这一项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忽略掉 所以这样的话 你看它的大小 它就会变成多少 A0OmegaB再除以Omega 那A0OmegaB对应到的 如果是一个 单时间常数的 这样的一个运算方打器 那这时候A0OmegaB 其实就是它的OmegaB 也就是它的Unity and Dentist 单一争议平宽的地方 好 那我们来看 A0这样有线平宽的情形下 就是你的争议它会是怎样 所以频率改变 那我们如果是像之前读2.5 那2.5是一个反向换捞器 那现在会是怎样 这是Vi 那这边是Vo 那这是R1 R2 那当 这个正义为有线值的时候 而且现在还是频率的一个函数 那这时候我们知道 这一点的值会是 负的V0除以A嘛 那这样去算 你的Vo跟Vi 就是你的争议值 它会是怎样 我们如果考虑有线争议的时候 会变成这个样子 负的R1分之R2 然后再处理分母这一项 那分母这一项是E 再加上 括号E加R2除以R1 括号再除以A 那现在这个A 我们可以用刚才的这个 单时间长数的一个 函数把它 带进来 带进来 比如说 LSSA0除以E加 S除以OmegaB 好 那这样 你把它带进来之后 你再经过 一些整理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怎样 它会是 负的R2分之R1 那在这里R2分之R1 就是对应到 这个放大器上的直流争议 然后再除以E加上 S除以OmegaB 除以 括号E加R2除以R1 所以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它的形式一样会是多少 变成一个 增益除以E加 S除以OmegaB 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去对比一下 那这时候 它的直流争议 就是这一项 负的R2除以R1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 它的OmegaB 就是它的3dB频率 那对于并维路的3dB频率 其实Omega 3dB就是后面 下面这一项 就是OmegaB 再除以 E加3 R2除以R1 那这是它的 3dB 低回路的3dB频率 那OmegaB 我们知道它可以写成OmegaB 乘以A0 所以它会是 放大器的 开路的3dB频率 然后再乘以A0除以 E加R2分之R1 所以在这里为什么 我们讲 虽然它的频率很低 但是你还是可以拿来用 它主要是因为 运算放大器 我们通常都是用B回路使用 那在B回路使用的时候 一般来讲 你的B回路正义 跟A0会 差很多 因为我们刚才讲 你的A0是10的5次方 那B回路正义 A1加上R1分之R2 这个顶多大概可能会多少 10到100 那你如果是10到100 那这时候 假设这个是等于100 那10的5次方除以100 就等于多少 10的3次方 那OmegaB是 刚才的话是10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样 工作在10k 你的工作频率如果不是很高的时候 那本身 用这个运算放大器来用 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相对的你如果要 在比较高频的区域工作 那可能就是 要一些特定的一个放大器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运算放大器 其实基本上 会是比较适合在 不是太高频 这样的一个进行一下工作 那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运算放大器的大讯号操作 那大讯号操作在这边主要就是 当我的输出讯号变大的时候 那这边有几项要考虑的 那第一个就是这样 你 运算放大器它会保和 那一般这个保额会比你的 电源电压 第一个一幅左右 就是看它里面的架构是怎样 就是一到两幅之间 在这边我们运算放大器 你可以线性的工作 只有在怎样 有线的一个输出电压值 如果你的输出电压值太大 那像这个怎样 它就会有一些非线性的一个效应 还是 最后的话根本 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输出 那如果是没有达到输出 就是你输出保额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的电路会变成怎样 就是我们以刚才的反向放大器来讲 这是R1 这是R2 那R1假设是1K 这个是10K 那这是输出 这是输入 那你看当我输入是1V的时候 那我的反向放大 增益是-10倍 所以你的输出这是VI 那你的VO是多少 10V 那我如果电源电压用这幅15V 这样的话是怎样 可以有10V的输出 没问题 但是我的输出 如果我变成2V的时候呢 我的输出有没有办法到20V 你电源电压只有正负15V 那正负15V你的输出 减格1到2V了 输出你最多是正负14V 所以他没有办法达到20V 那没有达到20V你的输出怎样 就会被他的输出上限所限制住 所以这时候你的输出电压成员会是多少 14V 14V 负的 负的14V 好 那这里是2V 那这里是负的14V 那这一点的电压会是多少 这一点的电压 当我的输出达到饱和的时候 那这一点的电压它就不会像我们之前分析的 它会可以加虚线D 然后这时候的话 这一点的电压 你直接用这两个电压去用传点原理去反 它会是 11分之1乘以2 加上11分之10 乘以 负14 所以这样的话它会是 所以这样出来它会是 它会是 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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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分之1 负6 有这一点的电压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 距离接地会差很多 那差很多 这时候 当我输出达到饱和的时候 那你的 输出电压就不会满足这样 AV负 负的AV负这样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 那时候的话你的虚接地就不存在 那因为你输出一定达到饱和了 所以这也即使有电压差 输出也不会有反应 好 那另外一个是输出电流的限制 那输出电流的限制像一般这个主要是为了做 保护作用的 以后 它怕你的电源 就是你的输出如果不小心 接到正负电源脚的时候 那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电流输出 那为了保护这个 运算放大器 它会限制一个最大电流输出 那最大线流输出像741来讲 它的 额定电流最大值就到20米2 以后它可以 进去 出来 最大的电流就是20mA 那 超过20mA的时候 它内部会有 电路去限制 就是 会把 你的电流最大就限制在这个地方 好 那另外我们讲一个跟频率响应这部分有 蛮 观点的一个 参数 SRU RATE 那SRU RATE的定力就是 Max RATE of Change Passport at the Output of the Real OPEN 可败 在这边的话 它就是在单位时间里面 我的输出电压的一个最大电话 是多少 那一般会是 多少 microsecond还是怎样 就是看 它合适的一个单位 你在某个时间里面 我的输出电压最大的值会是多少 那这个 对于特定的放大器 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限制 比如当 我想要输出超过这个值的时候 那它是怎样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因为我输出 电压的最大变化值就是 等下 SRU RATE 因为它不可能比SRU RATE来得大 那由于这样的原因的话 我们看 你如果是一个 Unity Buffer 那在这边 我们如果假设 这里会有一个step 就是我的输出 是一个step function 就是在 T小于0的时候 为0 那T等于0 大于0之后怎样 它瞬间变成V这样的一个电压 那以这样的一个电压 我如果透过 运算上大器 我们讲它是一个单时间常数 所以 它对应到的输出的波形 会是这样 VoP会是V再乘以1 减掉exp 如果OmegaP除以OmegaP再乘以P 那这一项的话 你去看 底Vo 底P是等于多少 这个会不会 可以 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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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u现在表示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Vu,Vt是等于多少 怎样 1的负OmegaT乘以T 1的负OmegaT 负OmegaT 然后呢 1的负OmegaT 乘以T 1的负OmegaT是它的Unity 1的负OmegaT 然后再乘以时间 那这个是指对T为分等于多少 负OmegaT 然后呢 然后呢 负OmegaT 乘以V 然后呢 负OmegaT 负OmegaT 乘以T 是不是这样 所以 微分出来是这样 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最大值就是 就是当T等于0的时候 所以 它的 最大值会是OmegaT 再乘以V 那 当 这一项 比 十度Rate小的时候 那 表示怎样 它的 单位时间 电压上升的最大值 比十度Rate小 所以 运算放大器 它跟得上 所以 这样的话它就会是一个 指数上升这样的一个形形 就是 依照这样的一个 时间变化的 曲线去走 但是 你如果当 OmegaT V 这个如果大于 十度Rate的时候 那 大于十度Rate 表示 我们刚才讲过 怎样 你 单位时间上升的电压 不可能比 十度Rate来的大 所以 这时候的话 它的 波形就会受到 十度Rate的影响 以后在这边 它 就是以 输入Rate方式这样 上升一直到 V的时候 所以它的 输出波形 在前面这里 就会变成一个线性的 而不是 这里所表示的是一个 指数的一个形形 那这会导致 你的输出波形 受到十度Rate的影响 就像这个形形 然后 当你的输入讯号的 V Omega 大于十度Rate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本来是一个悬波的 那 因为你的 输出的电压变化 赶不上 赶不上 你讯号的电压变化 所以 这时候 它就变成 怎样 你Shrate上升下降的一个三角波 所以这样的话 你的 输出波形 就会是这样 吃针 就是本来sine wave 那现在就变成一个 三角波 这样的一个形形 好 那如果对一个 Unity Game Markle 来讲 就是我现在如果是 这样的解法 附证 那这也是输入 这边是输出 那我的输出讯号 假设是 Vi sin Omega t 那要你的 Vo等于Vi 对Unity Game Frequency来讲 Vo等于Vi 所以 现在比Vi 比T 就是你的多少 Omega Vi Cos Omega t 所以这时候 它的 电压最大变化的时候 Omega t 是怎样 小于等于1 那最大的值就是 cosOmega t 等于1的时候 那 Omega Vi这个电压 如果带来Shrate 那就会 产生 刚才这里所看到的形形 如果你的输出电压 跟不上你讯号的变化 那它只能以Shrate的 速率上升跟下降 现在有问题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是相对一个 有争议的情形 那我的输出电压 假设它的 最大值是VoMax 那相对于我要有这么大的输出电压的时候 那你可以工作的最高频率 比如一样 你 假设它是一个 3Omega t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你的 输出最大的电压变化 会是Omega t 再乘以VoMax 那这个你要 小于等于Shrate 最大的情形 就等于Shrate 所以 我如果要得到这么高的一个 输出电压 那相对的Omega t 会跟VoMax 有关 也就是Omega t 乘以VoMax 会是等于Shrate 所以 那 VoMax等于2 还是等于1 那你的Omega t 就会差多少 差两倍 如果VoMax等于2的时候 假设Om 等于Mega 那我如果 如果VoMax 降到1的时候 那你的 卵浮输出的频率 就可以变成多少 2Mega 所以 这时候的话 你的工作频率 会跟你的输出电压有关 所以 Fm等于Om 除以2π 那会是等于多少 Shrate 再除以2πVoMax 好 那相对的 我如果 工作的频率 比 Om 来得大 大的时候 那当你的Om 大于Om 那你的Vo 就会等于VoMax 再乘成多少 Om Om 以后相对的 你的输出电压 怎样 就没有办法达到VoMax 这样的值 那他就会 比VoMax 小多少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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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量 就是 他会缩小成这个量